我们训挂完了以后就说对 综挂电脑过来 这个对在古艺里面 你加一个偏旁不守 它跟对本身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你加个心字旁就喜悦的高兴 加个言字旁就是说 那古代也叫睡 说服 但是都是要兑现的意思 你说了之后要信呢 言出必行言出必信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你说这个字是这个字 我加偏旁是我 那我说归我说 我不一定要兑现的 因为现在人一点信用都没有 文字演变成现在有不同的意思 也是应了这个时代的这么一个挂箱 也很麻烦 一说对就想到钱 兑现 我也高兴的 满脑子都是钱 我们具体来看这个挂摇 挂词 圆恒力真少了一个圆字 圆代表开始 人一生下来 没有笑着生下来的都是哭 你不哭还要打你 打到你哭 这个孩子才叫正常 最好的结果就是 你能笑着走 已经很难得了 这就是足够了 但是 你真的要一路上笑到最后 才是你 这个过程 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初九呢 那一开始 他当位 那行得正 那整个大环境里面对一定是好的 但是 你要注意 你不是一个人 你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乐趣 好的事情经验 你重乐乐 才是真正的乐乐 独乐乐 那自私 那也长久不了 九二吧 他没有跟他相应的六五 而且被一个六三 所压制 一个圣扬 所以不会太好 但是 他九二为下摇的中摇 一定 守得正也会吉祥 所以告诉你回王 你真正心悦成福 还是能及的 六三就不一样了 六三一个阶段性的 笑到了最后 看似好像是 上面 下面都是羊羊 包围着他 围着你转 那本来地球应该绕太阳转的 现在反过来 绕地球转 那猜自我了 你是为了高兴而高兴 你这个初衷就不纯了 所以 刚你修 他又不当位 所以 是必然的结果 九四 我们会看到三一跟四一 它都是不当位 所以颠三倒四 那天地人来说 三一四一代表人位 如果是二等分 那么 九四就代表天位了 这个时候呢 你往远处跟阴瑶不接触 往近处 是跟 一个六三相应 哎 还是能成你是好的 但是你想要太多的 可能没有 就是之前有一些问题 你到这个时候能解决 能通过谈判挑战一下 哎 还是有点好处的 三多凶四多巨 也不会好到哪去 你这个位置阶段就是如此 那么九五呢 按道理 九五之尊一定是好的 但反而告的你有力 这个九五是很难解释的 那这个福呢 那这个福呢 有的时候代表俘虏 也可以 也可以代表诚信 诚信 到了被剥夺的时候 你笑啊 已经快笑到最后 但是 你还是扬腰 你还没有 享受到 这个好像就有点苦了 三六它是引领整体的 牵引 引诱